51岁郑一剑尹照,妻子娇美却万生无字,已决定捐赠全部器官。 提起香港演员郑一剑,很多人第一印象估计就会想起他饰演的古惑仔陈浩南的形象了,因为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影响太大了,可是说是黑帮电影当中的代表作了。 郑一剑同时也是四大天王之一,无论是歌坛还是演艺圈,他都是很多人的偶像。 郑一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家庭,初中毕业后被星探发现拍广告而出道,不过当初表现一般,后来王晶慧妍发现与他签约了几部戏约,可惜都没有大脉,恰逢当时古惑仔漫画横行。 在改编电影时,王晶觉得书中的那位有情有义,应有多谋的男主角陈浩南最符合郑一剑的形象,当即拍板让他主演。 郑一剑凭借此角色开始大红大紫。 郑一剑在娱乐圈中始终非常的低调,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郑一剑的几段恋情也尤为令人好奇,在郑一剑的几段感情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和少美琪还有梁永琪之间的感情。 1990年郑一剑与少美琪踏出了火花,那个时候是姐弟恋,少美琪比郑一剑大两岁,后来由于梁永琪的介入两人分了手,但梁永琪那个时候比较高调,还宣称并没打算和郑一剑成婚,终究两人时有争持,终究分了手。 不久后郑一剑就和蒙家会相识,因为蒙家会的出现,所以郑一剑蒙生了要结婚的念头。 虽然蒙家会在娱乐圈中不算是非常惊艳的存在,不过他还是非常清纯耐看的。 两人的婚礼很低调但是也很温馨。 蒙家会从24岁第一次参演《非常突然》这部电影,就荣获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那个时候的蒙家会,清纯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漂亮的脸蛋更是让人难忘。 前段时间蒙家会还和郑一剑一同出外旅游,甜蜜的夫妻生活实在是让人艳羡。 郑一剑半生无字,下半生也不太可能要孩子,在不久之前郑一剑签署了一体器官捐赠协议,决定将自己全部有用的器官都捐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